胡亥为了选妃可真是煞费苦心 还亲自主持了一场后宫踢件大赛 眼看美人们都踢得不错 胡亥顿时心花怒放 小孩子才做选择 胡亥忍不住跑进花丛跟美人们一块玩 可就算他有三头六臂也踢不过来这么多箭子 没多久就累得满头大汉 赵高则趁机凑过来帮皇帝出主意 赵高把朝臣比作一个个箭子 而且还是不听话的那种 可皇帝却只有一个人踢着多累啊 不如我替您踢呗 眼瞅这傻孩子被忽悠瘸了 赵高立刻趁热打铁 提议把政务上那些苦活累活都交给自己 为了在后宫尽情享乐 胡亥果断给赵高封了个丞相 把政务全权交给他处理 而登上人生巅峰的赵高却还不满足 为了增加皇帝的危机感 让他彻底沦为自己的傀儡 赵高给政敌们罗知了不少罪名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议论胡亥的皇位来路不正 那怎么办呢 在赵高的提醒下 胡亥才想起来自己已经是皇帝了 谁不听话就杀呗 赵高拿出准备好的猎杀名单 上面的名字几乎覆盖了胡亥所有的兄弟姐妹 至于那些比较老实又胆小的 倒是可以留下几个给其他人做做榜样 没想到赵令刚发出去 胡亥的六哥就跑来了 哭着喊着要见皇帝 胡亥怎么也没想到六哥竟然是来求死的 他主动申请去给秦始皇殉葬 只求能保全自己的妻儿 胡亥原本还在犹豫 可听了赵高的话 讲到父亲在底下孤单的很 不但决定成全哥哥 甚至连先帝的嫔妃们都下令殉葬了 陛下声明啊 那就将安装机 和运送宝藏的工匠们 在喂出来的时候 就将木门封闭 确保先皇的皇情 万世平安 好 就这么定 在赵高的精心辅佐下 胡亥很快就成为了天下公认的暴君 各地势力都在准备起义 而最终赢家刘邦 却还在深山里玩野外生存呢 还在试着 下路上 下路上 最终赢家创的 白队